上赛季关帅带队狂卷100分英超夺冠,本赛季八轮英超过后,曼城与谢尔西和利物普同听20分,英超的真冠形式依然扑朔迷离。 同上赛季相比,曼城最大的变化,便是少了德布劳内,曼城最强大脑英超首轮出现膝盖受伤情况,缺席了两个月的时间,如今终于要回归了。 同上赛季相比,今年的曼城少了一份霸气,锐度也不如从前,在英超赛场上,曼城被升班马当队逼平,欧冠小组赛更是主场一比二不敌李昂,早早的吃到了球队的赛季手办。 连赛各场挑战利物普的比赛,关帅主动退让,不敢赛各场亮剑,究其原因就是手中少了德布劳内这把利剑。 上赛季,德布劳内在英超出场37次,打尽八球并送出16次助攻,是曼城队内的最佳球员,也是英超助攻王。 若被萨拉克超神表现,他很可能会夺得英超MVP,赛季结束,德布劳内又马不停蹄地参加了世界杯,并帮助比利师夺得第三的好成绩。 在瓜迪奥拉手下,德布劳内逐渐成长,为了一名世界集中场,上赛季,瓜帅曾这样形容德布劳内。 凯文,德布劳内是一位特别的球员,在无球时,他是一名战士。 在有球时,他头脑清楚,他能看见一切,每一次他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。 我们很幸运拥有德布劳内,毫无疑问,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之一。 不幸的是,本赛季英超才刚开局,德布劳内便出现了伤病问题。 在英超首轮曼城与阿森尿的比赛中,德布劳内替补马克雷斯出场。 但在随后的训练中,德布劳内又心受伤,少了德布劳内。 曼城的控球依旧占优,但进攻的威胁性在下降,尤其是在欧怪赛场。 满城踢得举步维艰,甚至瓜帅都提前放弃了冠军的幻想。 只要能进八强就算完成目标。 不过,丁丁并没有让球迷等待太久,此前曾有消息趁他会缺席三个月。 不过德布劳内的恢复速度比预计速度要快,上轮连赛多克利物普钱。 德布劳内已经恢复了和球队的合列。 但考虑到伤情,瓜帅还是没有让他进入比赛大名单。 而在此次国际比赛周结束后,德布劳内有望100%的身体状态回归球队。 德布劳内的回归,最高兴的当然封线球员,新赛季,曼城封线圣热苏斯,萨妹等人进球都不多。 斯特林也只有四里,只有艾奎罗状态不错。 随着做饼师傅德布劳内的回归,封线上的三元骨酱,又可以开开新鲜的吃饼了。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